侯比介绍我是伟家 奇葩鞋创业大赛 隔了很多期 来看看这一期的五双奇葩鞋 花了580多块钱 在屏西西上面买到了五双 可以说是借鉴了原作 但是有没有超越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开个箱 看看这些鞋子都怎么样 但不得不说呢 这些很多的山寨鞋呢 有一些它的创意 或者它的灵感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 鉴赏一下这五双究竟怎么样 首先看看第一双啊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问我 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外套穿的是一件很骚气的Gunk 然后里面穿的是我们Gastation 今年新推出的小logo刺绣T恤 这个是黑色版本 小logo用的是紫色 非常低调非常好穿 快去衝 一个钩子的鞋盒 常规操作 送你一双袜 然后 这是一双什么鞋 这穿多少钱 155 155块钱的一双 钩子奇葩鞋 鞋色上面呢 是Nike SBFORCE58 鞋型上面呢 没有问题 觉得挺帅的这种鞋型 然后 就跟一般的倒勾的鞋子一样 都是有很多副的鞋带的 淡蓝色粉红色黑色可以给你换 配色上面呢 一看啊 大家如果懂的都懂了 很远好的配色 如果日常生活当中 你有朋友 穿一双这种鞋 你觉得你能分辨的出真假吗 你看这个做旧的大底 还有一个大大的 蓝色Nike的一个logo在 其次各方面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百多块钱 怎么样 可不可 可不可 你们打个喷吧 你先来看看这一双吧 BANG HOLY SHIT 日常是我指定要买的 这是什么 你们说 哇 太帅了 我是有买过China的人 说句实在话 我不会买第二双 防止NV也不会找我打广告 觉得China这个鞋型 其实不太好穿 因为它很重 而且它特别硬 特别不跟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毛 这个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差点说了你们有没有这个毛病 但是呢 不得不说 这一双三寨China配色 如果5分满分的话 我能给它的4.5分 挺烧的 斜面是有繁毛皮 然后再搭配有一些帆布 都有一些流须啊 不规则的啊 对吧 要不给LV卖卖设计 进来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嘛 这个配色嘛 是吧 不丢人 对吧 这一期好像有点在为他们做宣传怎么办 不要问我链接 自己炒去 我也不鼓励大家买假鞋 好不好 买鞋子这个事情呢 还是量力而行 好 千万不要冲大头鬼 广东话冲大头鬼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双 你看这个鞋子 它写着时尚 潮鞋衣足 那就你肯定不会买 因为没有鞋子 会说自己是潮鞋 你把这介绍别人 诶 这是我朋友达达 潮人 你骂我 oh no Mihara的溶解鞋 三载原创版本 哇 看这个溶解的鞋身 看这个抄袭的贝壳头 但又没有完全抄的橡胶鞋头 看这些不规则的 随性的帆布切割 看这些色块的拼接 你们觉得超越了还是Lafa 我觉得差就差 在上面加一个某个品牌的logo 噢 别人了 别人了 这一双呢 我觉得其实颜色做的也还算可以 起码就是不违和 你会觉得它有点想买 确实有点想买多少钱 124块钱 其实好像现在有一些小的 国产品台的鞋子也会出这种鞋 但可能它的这个颜色做的还没有人家好 进来学学设计吧 第四双 oh no oh no 你猜什么超叉叉 诡计多端的商家我跟你说 鞋盒 就告诉大家 我只讲究 我不讲究 很有性格很有态度是不是 但是背地里 在做着 给买家晒红包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真不是我放进去的啊 你们看见我打开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 我是鞋子 可以给他们放了 100块就懂了 好 我们马上叫设计师 改进一下我们Castatum的这个设计 吵 来看看这一双鞋子啊 oh shit oh shit 我觉得我的朋友会看到这一期节目 他会有点不开心 哈哈哈哈 原本的参照对象就是 Melting sadness 张权老师的 跟阿迪达斯的这个 oh no 当时我记得张权老师 他有说过 他是有一个木偶的主题的嘛 所以他有一个操纵木偶的一些木棒啊 一些缝线啊等等 同时呢 他色彩做得非常跳跃 那这一个奸商呢 就非常巧妙的把这些色彩 跟这些材质拼合保留了下来 然后在旁边做了一个仙人掌 说句对不起呢 张权老师其实这个好像也挺 也挺融合的好 哈哈 就不太违和 哎不过有话说回来哈 张权老师最近也寄了很多鞋子给我们 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做一期张权老师跟阿迪联名的一系列的这个鞋子的一个合集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sign给我啊 这期节目点赞多的话 我们就越快把那一期视频给赶出来 因为他寄了给我实在是太多鞋子了 最后 哇 来 我相信你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双鞋子 好其实官方也并没有出这双鞋子 但只是坎爷的未推出的鞋款就easy系列的哈 但这一双呢 其实我觉得要比最近新出的这个阿迪达4了 哈哈 要帅一点 因为他确实有一点就普罗米修斯啊 就异形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 就还是蛮超前的哈 当然了 我说的是原版而不是这个版本 我觉得这个版本是一个拙劣的模仿 因为他只是在外形上面 就外壳上面跟底上面呢 做了这一种就像毛毛虫一样的折叠嘛 然后里面呢其实是很平滑的 虽然我没有见过原版它真的是怎么样子 我只看到图片 网络图片 但大家觉得这一双鞋子怎么样 多少钱 48 48块钱 如何 ok 那么本期的奇葩鞋创意大赛 大家可以把这个创意大奖发给哪一位呢 可以在公屏这里告诉我 同时下一期还想看什么奇葩鞋的话 欢迎大家私信投稿一些 你看到了非常奇葩 非常玉石的鞋款给我哈 我们再来买回来 给大家做做创意的分享 也欢迎各大品牌进来 学测计 下期节目再讲 讲讲牛逼